今天有不少民众是烤肉庆中秋 而外交部庆祝的方式是在社群媒体上头推荐 除了吃柚子还可以吃四家莲物跟凤梨 并且标注这些是自由水果 当然就是不满大陆先后禁止这三种水果进口 另外农委会也要砸下十亿来救市 但学者就批评根本没有用 中秋节外交部推特贴出月饼和柚子 但仔细巧要多出了凤梨莲物和四家 小编发文说是基于最近发生的事件 要大家一起用自由水果来庆祝 新竹市长林志坚也贴出吃联务照 说要用新台币下架让危机变转机 评论县长潘孟安同样大喊自己的联务自己挺 国内绿营正式人物积极拼内销要大家买报 似乎跟当初凤梨事件情况很类似 海峡两岸有这种检疫的危机处理的机制 本来就存在只是因为现在海峡两岸的官方 并没有这样子的官室的联系 点名两岸对话机制处于冰封状态 我国喊出自由水果试图诉诸国际的方法 也是仿效澳洲借此获取关注 而农委会也喊出将砸十亿元专案经费 帮助农民极力依靠这两种方式自力救济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措施是会使得受伤害的农民转而不支持民进党呢 还是说反而会增加更多的仇中的情绪 这个是北京自己要去评估的 翻开实际外销数字 销售大陆的市家就占外销额的95% 联务则有97% 陈其仲说过柠檬汗茂骨干恐怕成下个目标 但农委会也指出柑橘类能再制的产品较多 比鲜果限制少 从以前抢邦交国到如今制裁水果 看得出对岸两手一探 以农逼菜没想再留情面 TVB的新闻陈有小刘婷婷才不懂 农委会主委陈其仲已经在前一天试镜 说接下来中国大陆可能会禁止进口的就是柑橘类 最像南投农会的做法是 收购过剩的柳丁榨成汁卖给饮料商 再来呢就是透过加工的方式做成了果干啦 或者是零食 让果农可以多一条销售管道减少损失 拿起柳丁一颗颗放进机器 经过层层机关机器挤压饱满果实 榨出满满新鲜柳橙汁 这是南投农会每年为了因应柳丁农收成过剩的困境 依均价收购这些柳丁多找的销售管道 把果实榨成汁卖给签约连锁饮料店 柳丁在感觉对生产过剩的时候 我们的机制就是说在卖向好的 我们会送到市场做一个市面上的铺陈 至于卖向比较稍微差一点的 或是说产能有过剩的 我们会统一保障价格收到农卫来压榨成汁 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示茎 接下来中国可能禁止台湾柑橘类进口 果农就能利用这方法另辟深入不至于亏钱 但是这消息农民还是很担心 因为外销中国还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果农说前阵子缺水 今年结果量已经不太好了 要是无法外照中国 无疑是对他们的生计雪上加霜 但卖不出去还是得另找其他销售管道 像是有果农会把水果切片 做成果干 多一道加工程序 让水果变成零食来卖 另外还能提炼成酵素 做成健康食品贩售 要是外销中国这条路真的断了 果农还是得另找其他方法提高销量 继续走下去 TVBS新闻陈家贵 里程优料反映南投采访报道 针对大陆暂停输入 台湾的世家跟联务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他是打算去跟WTO 来提出争端解决控诉 但学者就痛批 陈吉仲真的是够扯了 还说台湾禁止大陆进来的农产品 还要更多 就请一伦来告诉我们 中国大陆在18号这天 已经发出通知 20号也就是今天 要暂停输入台湾的世家跟联务 这当然对我们的农民影响非常大 所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在第一时间就开了记者会 说如果在30号之前 中国大陆没有正面的回应 就会依照WTO的规范 来提出控诉 但不少专家说 如果走这个途径的话 恐怕最后结果也要等到 一年半到两年 农民有办法等吗 再来就是陈吉仲的这样控诉的说法 也遭到中华大学兼任讲座教授 杜子诚的批评 他连发了六篇文章在批评这件事情 他说陈吉仲真的是够了 居然大言不惭 说要去WTO来告中国 他说WTO最主要的精神 就是贸易平等 其实杜子诚的利润点 我就认为说 中国大陆有很多农产品 是不能输入到台湾的 但台湾农产品 却可以输入到中国大陆 其实原本就已经不符合 贸易平等的精神了 如果现在我们要去告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会回来告我们 我们不见得是有利的 因此他也认为说 看看之前 这个凤梨遭到中国大陆禁止 现在又是台湾的世家跟联务 所以他一直觉得 蔡英文在五年的任期内 表现最弱之一的 其实就是农业 然后带你来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恒大集团的财务黑洞 持续延烧 已经在全球的金融市场 引发了卖压 在昨天先是港股 欧股接连沦陷 而美股道琼指数 在一开盘就狂现 中场是收黑超过了600点 而纳斯达克的跌幅 也超过两个百分点 标普500的炸跌幅度 也有1.7个百分点 另外就是加密货币 比特币也跟着被拖累 美股在中国恒大集团的震撼教育下 三大指数 道琼 标普500 纳斯达克 20号开牌没多久 分别下挫0.4% 0.9% 0.9% 之后 道琼跌的幅度 更是吓坏投资人 恒大逼近破产边缘 对美股投资人来说 就像是雷曼2.0版 不赶快脱手 很怕13年前的噩梦 再度上演 20号美股道琼涨回一些 以下跌614点作收 是7月以来最惨的一天 而被恒大危机牵连的 还有加密货币市场 21号开盘的日股 也被恒大给拖累 恒大风暴冲击美日股 港股却起死回生 开低走高 恒生指数早盘跌破300点 跌到24,000以下 但最终还是占回24,221点收盘 投资人的信心难不成回来了吗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指出 在中国大陆国内有部分银行 已经开始针对恒大的贷款 做出具体损失的准备 或者是将短期的贷款展延 大陆银行准备延长恒大的贷款期 花旗分析师也认为 北京有望出手相救 恒大不会成为大陆版雷曼 再加上恒大集团主席 以许家印在中秋节向员工们信心喊话 虽然承认遇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但是坚信全体员工努力 恒大一定能够尽快走出至暗时刻 呼吁所有员工团结 加快推动全面复工复产 实现保交楼的目标 像恒大买房买楼的购物者 买不买许家印的单还不晓得 但20号跌得惨兮兮的香港地产股 像是长石 九龙仓置业 新红基地 新世界 恒基地产 21号全部反弹 还有一间可能会收购恒大的大陆房产商 碧桂园 甚至大涨6.21% 至于中国恒大 开盘一度大涨3.5% 最后收盘下挫0.44% 碧桂园服务执行董事兼总裁李长江 回应碧桂园收购恒大物业一事 他表示 碧桂园的确与恒大物业接触过 但因为价格没有谈拢 再没有接触 但是不排除后期 还会有深度的合作 路透报导 北京曾要求香港的地产商 要解决房屋短缺的问题 不容许垄断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此不愿评论 但透露近几年 他们比较愿意配合政府 不知道是否是被近期 习近平的强力监管给吓到 全球市场看习近平政府如何拆解恒大 白宫则说会准备好应对他对美国经济 带来的风险 毕竟这颗深水炸弹引发的连锁效应非常之广 TVBS新闻总和报导 而针对恒大危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高盛就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将会因此放缓 而最坏的情况恐怕是会被拖累4.1个百分点 不过花旗就比较乐观了 是认为北京会出手 再请一轮来分析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龙头恒大集团 他现在债务违约的风险也升高 连贷的反应也非常多 第一个受到冲击的自然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市场 高盛就认为他会拖累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 而且最坏情形还会影响到4.1% 花旗则是认为说 北京应该会出手来帮恒大集团 应该要避免雷曼的翻版 但这可能有一些代价就是会牺牲部分的银行 那不止中国大陆的经济市场受到牵动 其实美股反应也非常激烈 在20号这天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惨 那个道琼一度跌了971点 中场有拉回一点点 还是跌了614点 纳斯达克跌了2.2% 标普500也跌了1.7% 那其实恒大集团的这个危机也传了一阵子 为什么现在投资人才会开始恐慌呢 分析师就认为说可能是投资人很怕说 北京会让恒大直接倒闭 所以股东必须要自负损失 所以现在心情是比较浮动的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Delta的变种病毒以及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都加剧了股市的震荡 但也有不少分析师认为 这一次的金融厄运应该不会流向其他的市场 现在只是短暂性的恐慌性卖压 所以觉得不太可能会重演2008年的雷曼时刻 因为说雷曼当时的这个投资的金融产品 是比较多层面的 但现在恒大集团看起来就是银行 跟投资者会受到最大影响 大陆时代周刊报道 大陆的富豪们近来盯上的是日本的不动产 不管是森林土地还是高尔夫球场都是大量的收购 因为日本目前是没有禁止或者是控制外国人 来投资日本房产的法律 于是有参议员建议 至少得要先管制军事基地跟机场附近的土地 避免被外资收购 造成了国安危机 多角度从里拍到外 呈现北海道温泉别墅的美 这是日本房地产公司 专门为大陆消费者制作的宣传片 为了兜售日本房产 还有许多大陆房仲直接杀到日本 两块非常大的落地窗 晚上可以看星星 如果对北海道房屋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随时私信联系我 像这样锁定大陆消费者 推销日本房产的影片 近来在网络越来越多 根据西日本新闻报道 2021年日本土地被外资收购面积 超过2300公顷 是2010年的4.2倍 其中大陆和香港的买家 收购面积占了总量四成 大陆时代周刊报道也指出 境内富豪盯上日本不动产 不管是森林 土地 私人岛屿 还是高尔夫球场 全都想一网打尽 在日本并没有禁止或控制 外国人投资房产的法条 也就是说只要有钱 想买多少 想买哪里都可以 这样的情况有专家警告 会造成国安危机 虽然日本政府六月修法 会保护军事设施或机场附近的土地 但这条法律也只有调查权 并不是明令禁止外资收购土地 能挡下多少大陆消费者 被打上大问号 而日本的经济受到了重创 最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旅游业大受影响 像过去有非常多的旅客 他们喜欢去日本 不过呢 在疫情之后 访日的游客是大幅的减少 光是在去年 经济就损失了11兆日元的收入 再请伊伦为我们来进一步的分析 今天是中秋节 而且今年又是四天廉价 如果照以前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来出国 计划一趟小小的秋天旅行 不过今年疫情捣乱的情况之下 完全只能在国内旅游 但如果能出国的话 您会最想去哪里呢 其实台湾不少人都会想到 第一个就是邻国日本 那现在日本这边 确实在观光上面也非常惨淡 仿日游客大大的锐减 如果您看到这数字 一定会吓一大跳 2020年原本预估是有 4000万人会到日本来消费旅游 但实际上的数字 只有412万人 这减少的幅度来到了八成七 都让很多日本的商家 都非常的苦 所以你可以看到疫情持续超过一年了 现在旅游跟经济都让日本严重的受创 预估去年的地方经济损失 有将近11兆日元 如果折合新台币 大概是将近3兆新台币左右 尤其像大家最喜欢去的 这个京都府或是北海道 状况是更惨了 京都府损失了 2250亿元的日币 折合新台币大概是570亿元 那如果是北海道的话 则是损失5112亿的日币 将近是新台币1300亿 所以都是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是关西大学教授 龚本胜浩就说了 新冠疫情真的扼杀了 日本政府的期望 尤其像今年的冬奥 原本也以为会有非常多人来 不过事实上 却是真的非常的惨 其实不只是日本 其实全球的民众 在疫情爆发以来 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出国旅游 而美国是决定松绑 他们从11月初开始 会全面要求外国旅客 在入境的时候 必须要出示疫苗证明 也就是得要完整接种 才可以免隔离 而目前美国的FDA 只有核准莫德纳 BNT以及交生疫苗 至于英国的AZ 还是中国的科兴等等 CDC的发言人士说 只要是世卫授权的疫苗都可以 但最后的名单还没有敲定 等了18个月 美国终于宣布要放宽旅游限制 新规定等于取代 美国前总统川普 去年起对中国大陆 印度 英国 欧盟等 33国发布的旅游禁令 也就是不分国家将一视同仁 所有入境者一律得提供 完整的接种证明 三天阴性检测证明 和接触者追踪讯息 就能入境免隔 对此旅游业大表欢迎 欧美多家航空公司 周一股价大幅走扬 尽管实际上会认可的疫苗 还有待公布 但英国方面已经乐观启程 因为美国CDC透露出了目前国内承认的 辉瑞莫德纳和交生疫苗 未来所有WHO核准的共7款疫苗 包含AZ国药科兴和印度版AZ都将接受 而最终名单也可能再增加 分析指出美国等于要与病毒共存 同时希望帮观光业止血 不过美国的疫情考验还没完 累计死亡数破67.5万 正是超过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病例 未来数字还会不会上升 接种率是关键 根据统计美国目前只有54%完成接种 但白宫防疫专家佛奇却不肯透露 未来是否也会对国内班机的旅客 比照办理强制接种 至于疫苗方面倒是有好消息传出 美国儿童距离能施打疫苗又跨出一大步 归瑞公布5到11岁儿童疫苗的试验结果 显示尽管是施打减量版的疫苗 还是能产生很强的免疫效果 只是安全性还有讨论空间 因为还不能打疫苗 美国儿童确诊数居高不下 然而目前对全球而言最大的难题 还是疫苗分配不均 欧美国家陆续接种第三剂 亚洲及非洲国家却还是有很多人连第二剂都打不到 因此美国表面说放宽旅游限制 但对接种率低的地区来说 规定似乎没比较宽松 TVB新闻综合报道 美军8月底在阿富汗 原本是要空袭炸弹客 却炸错人 误杀了平民一家十口 美军司令是已经公开道歉了 但是家属不领情 痛批道歉根本不够 他们要求华府严惩并且赔偿 以及让全家人搬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安全的国家 而拜登即将要发表 任内第一场联合国的大会演说 他会着重的是美国跟大国竞争 并非是新冷战 由于从阿富汗撤军饱受争议 所以这回的发言也是备受关注 插油塔利班旗帜的车子行驶到一半 突然爆炸扬起大片烟尘 ISIS-K发声明说 超过35名塔利班成员 在阿富汗东部一系列爆炸中丧命或受伤 承认就是他们做的 这也是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后 塔利班首次遭死对头ISIS-K袭击 警戒维安成了塔利班一大挑战 刚从前线回来的塔利班战士 手拿美军重型枪支 穿美军作战装备 跟着管理喀布尔的军官司令 在街上大阵仗巡视 出自于对塔利班的恐惧 首都起码表面上恢复往日平静 尽管看起来安全许多 但阿富汗人还是快活不下去 阿富汗人有多惨 CNN记者直击喀布尔外围出现正棚族 流离失所又求助无门的家庭 只能在这里扎营流浪 500户家庭在没水没食物 没遮壁没厕所的情况下求生 只是采访到一半 CNN记者就被赶走 阿富汗面临经济崩溃边缘 塔利班限制民众 每周只能提领200美元 民众没钱 当然就没有消费 民生价格飙涨 民众担忧这个冬季 得不到援助该怎么办 但塔利班一样把这一切 全怪到美国头上 阿富汗资产被西方冻结 援助也没了 空前的经济危机 是塔利班最迫切的执政挑战 而导致阿富汗沦落至此 被当作剑靶的美国总统拜登 也将在联合国大会演说 撤军阿富汗的必要 拜登任内首次联合国大会演说 会是聚焦在团结盟友 强调终结阿富汗20年战争 为了开启密集外交新篇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